飞飞飞飞飞蝶 飞蝶 五蝶 王王子嬌 那天 都兴起 都兴起 飞蝶 吴子棋 用一身日落 换一场烟火 翻几个梗头 换一身满足的伤口 用一颗枕头 换一颗白头 欢迎来到飞蝶五子棋 我是黄振潇 这里是飞蝶联播网 现在听到的是 《闹哄哄》 这首歌曲 来自玉可维 《闹哄哄》 《闹哄哄》 我们必须要从小开始培养一些东西 当然 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迟 比如说美感 台湾现在的街道 或者是招牌 或者是文宣 广告设计 各方面都是两极化的 有一派非常遵循古法 但那也呈现了一种台湾的风格 比如说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所看过的槟榔摊 你所看过的夜市的小吃的手写的看板 大概都有某一种味道 不过呢 也有另外一派呢 积极的去做设计的突破 把许多你印象中的老东西 不管是建筑 或者是像是眷村 或者是老的品牌 都活化了 那么 当然 越小扎根越好 就其实都有不同的美感 但是 有没有感知力 这个比较重要 这本书呢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像 再加上文字 练习 图片 注音 完全就是针对小孩子的 所以如果你家里也有新生儿 或者是 新生儿可能还用不到了 就是国小的朋友 国小的小朋友 家里有国小小朋友的 他就是特别针对小学生 0223639955 证明还不是梦 早知道一切来匆匆 恨不得去匆匆 为何我遥无中生有 看时间吹来一阵风 再送走一阵风 有什么留在心里头 为了你哭的泪往往 再修得了悠悠 想起来不过三秒钟 但我捏了双甲会疼痛 真理爱我是梦 谁不是用一身光溜溜 换一身脑红红 鸭鸭鸭梅 是在乱形的出来 这是准备的 对对对对��고 对对对对你 Och!? 接下来这个是好久不见的声音 刚刚玉可威也是很久不见了 我也上次访问过她 访问她都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了 这位也是荣祖儿 那主要是之前太太把一些她的空间 清出来让给小女儿 所以有些CD 她也就都移转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样传辑我好像 好像没听过 所以我就拿出来再听一下 好听好听 就是很多年前的荣祖儿的作品 我把梦奔在这上 梦穿过我们的手 在心里的伞当成麦克风 跟着阳光再摇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捧着那泳台唱着 即使没有人听懂的歌 仍然很快乐 亲密的和不亲密的都过去了 我可以跳着舞跳着 那帮中都融化 兴奋的大物线 转转里面 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 仍然在香港的过去的发展 也是很厉害的 不过每个艺人都有一个成熟期 那慢慢的就作品的数量 会比较慢一点之类的 当然现在因为港新来台湾 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此下一次还会再看到她 是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 我记得上一次 好像是KKBOX的风云榜吧 在香港做艺人压力很大 因为竞争很激烈 地方很小 所以通常他们都要什么都会 要会演戏 要会唱快歌 嗨歌 跳舞 当然也要唱一些 很走心的港式情歌 相当不简单 当然在香港有一个 很棒的磨练舞台 在台北 小巨蛋 每个礼拜 还没有演唱会的那个年代 根本还没有小巨蛋年代 他们的红堪就已经 夜夜升歌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那都是很棒的一种 训练 也是一种体验 就像我们刚刚讲 美感的体验 这个可能从小 那个城市的人 就对于看演唱会 这件事情很习惯 台北小巨蛋的二楼三楼 到底未来能不能站起来呢 上周有一些新闻在讨论 那么除了阿美条款之外 二三楼站起来 可能也会影响附近邻居的安宁 所以你要嗨你只能举双手嗨 嘴巴叫着嗨 你这个脚不要跺脚 你也不要站起来跳 这是9M爸爸 那么在9M爸爸 走红的此刻 他也推出了新的作品 不过今年他上半年 出了一个爵士的黑胶 所以今年他蛮充实的 荣公主出道的时候 我觉得爸爸还很小 不过世代总是不断的交替着 空间轮起白亚眼 这梦里出现那张脸 只想在我的电线面 于是悲光远远选 就现在每个词员 曾经见过那双眼 帮我固在那个圣线 I am to his circle Got nowhere to go Am I sleepwalking I am to his circle Got nowhere to go Am I sleepwalking 中秋节快到了 不知道各位今年吃了多少个月饼 酒干肉长一样 烤饼越来越不一样 我刚刚才吃了一颗很特别的月饼 是苍蝇头口味的 就是得到米其林的附警树香槟台菜餐厅 今年他们送来的是 我不知道去年他们送什么 忘记了反正今年打开也是 竟然有这种苍蝇头口味的月饼 然后呢我接下来还要来调 不对我刚吃的不是苍蝇头 是我接下来要挑战的是 松花苍蝇头口味的 然后他们还有那个鸡 口水鸡 我刚吃应该是口水鸡 所以它是辣的 它是甜一点点 但是辣也有一点点的月饼 如果今年你送你还没有找到一些怪梗的话 也许这是个机会 接着是曾沛茨 这条路真的很长 最勇敢的时候 最脆弱的时候 最坦诚的时候 记得要分离呼吸 有枝构的时候 有仰望的时候 再往前走 好多疑问 一只蝴蝶能带我飞向哪里 不好意思穿上那些美丽 包装上谦虚 再过一点合影 我经过你 我经过你 但你别在意 这条路真的很长 等雪白的时候 等雪白的时候 看日暮的时候 听唱戏的时候 再只剩一片荒芜的时候 我在原地留着 握住你双手的力气 沛茨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她是比赛出身的 她在音乐上面的发展 跟戏剧是一起在努力着的 当然之前因为终极系列 突然间就让她 就是演员这个身份 受到很多很多的肯定 不过在音乐这块 她也依然有新作品 在最近推出 再继续来听一些 好听的女歌手的作品 我待会会比较古早淡薄 听到这个沙沙的 所谓的炒豆子的声音 没错 现在又是用黑椒来放音乐 这个歌手叫做 Sylvie Varton 不过呢 很可能我是念错的 因为你们也知道在欧洲有些文字 比如说P不发音 H不发音 烦死了 就是你用的是我们以为看得懂的英文的字 可是那个凑起来的单字 我真的不会念 Sylvie Varton OK就是来自我的黑唱机 黑椒点唱机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黑椒的点唱机 点唱机有CD的点唱机 在N年前 比如说保龄球馆都会有CD的点唱机 不过更早就是唱片黑椒用的点唱机 你投钱进去可以选 那么几年前我跟一位朋友买了一台二手的古董货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早就好爱点唱机 可惜哦 它不是每一鬼都能用 结果呢 东部有一位大哥厉害的老板 他也修好了一台 我说我已经没地方摆了啦 哎 相见恨晚 不然他就要从东部寄上来卖我了 黑椒点唱机呢 它的里面的设备真的非常的复古 因为你投钱进去他就要去抓然后转盘 所以老机器难免会坏掉 那我的机器呢 就真的只能放大概五张左右才抓得到 其他空格你放唱片 它是抓不到的 它抓不了 好 就蛮瞎的这样 那很感动的是后来我上网查的这个机型 国外所谓的eBay网站上也所剩不多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包括你要运到台湾来 你可能那个运费跟你的售价大概不会差太多这样 可能一段四五位数的运费 那当时我还在eBay上面买了一张传单 就是这一台点唱机的当年的宣传广告单 好酷哦 我自己觉得酷 然后呢 这个老板很 实在是人好啊 这个人真的是 隔没多久他突然跟我说 这台点唱器 原来有几张黑椒唱片 我们忘了给你了 哇 你看这老板是不是佛心来的 所以他又寄给我 本来在这一台唱机里的唱片 这一台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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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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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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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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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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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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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